来关心意大利地震灾情 意大利中部城市深夜的一场地牛翻身 留下的是一片灰须 意大利中部在当地时间24号凌晨3点36分 发生了李氏6.2级的地震 一些建筑物是持续摇晃了20秒 连首都罗马也感受到震感 不只是这样 当地在90分钟之内 前后至少发生了12次的规模大一不小的地震 部分的道路是中断 几乎全毁了小镇 也因为道路受损而与外界隔绝 不少逃出升天的居民恐惧地说 这是他们一生之中最恐怖的经历 又是一场发生在凌晨时分的地震 意大利中部城市佩鲁甲 在凌晨3点多突然一阵天摇地动 不少人在睡梦中被惊醒 匆忙往外逃命 有的人是逃出来了 但是不知所措 只能夜半靠着微弱的灯光 找寻亲人 等候天亮 有的则是被埋在瓦力堆中 再也醒不过来了 异常规模6.2级的地震 震回了小镇阿玛特里切 从这个手机摄录的图像中可以看到 原本停放在住家楼下的轿车 已经被震歪 一些甚至被坍塌的砖瓦给压扁 道路均略 路上都是一些找寻亲人 或无家可归的当地居民 阿玛特里切是受灾最严重的城镇 距离罗马东北部大约80公里 所以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罗马也可以感受到震感 也因为地震威力强大 这个小镇几乎被夷为平地 唯独钟楼毅力不倒 遥望着凌乱的街道和失落的人群 除了住宅单位 当地的医院也无法姓名 屋顶天花板散落一地 电流也宣告中断 意大利位于非洲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地区 属于地震频发地带 在救援过程中 当地不断发生多次余震 其中包括三次规模五级以上的强震 威力那么强大的地震 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亡 民防局局长说 他们无法顾忌 2009年 意大利中部也曾经发生过 6.3级的地震 导致历史名城阿奎拉严重损毁 大量古迹也遭到破坏 更有千人死伤 意大利民防局认为 这一次的地震和2009年的 阿奎拉地震旗鼓相当 这场杀伤力强大的地震 已经预料会冲击意大利经济 美国地质勘探局 也发布红色预警 认为地震会导致意大利 面临10亿到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同时让意大利面临 1%的GDP损失 并希望意大利全国甚至国际社会 能够响应救灾工作 从一场灾难中生还 要面对的不只是明天 还有一项又一项的生存挑战 看来意大利的这一次考验 将会无比艰巨 加提等待 不知能够的生存 解询